好我们看最后一个 第十 爱极成贪 前面的空解成段呢 它是在智慧当中偏空的 空观太假 这个地方是假观太假 偏有 因为它这个在这个西明镜 这种禅定智慧那种舍受的过程当中啊 产生空观的理解 这个地方在西明镜这个受音当中呢 因为有这种殊胜的快乐啊 产生而产生贪爱 感情文 又比定中诸善男子 见色应笑受应明白 为其虚名 深入心谷 其心忽有 无限爱生 爱极发狂并未贪欲 那么 这个修止观的人 他已经把对外境的执着 那个六成 完全消灭 所以他开始观察这个六根 六根的感受 那么他对六根 本来是应该对峙的 要厌离的 结果他 可能一时的思念 反而呢 为其西明 当他产定成就的时候 他观照智慧也成就的时候 在一个身心清安的过程当中 他突然间啊 没有正念真主 而为其西明 为就是爱枣 对于那个六根 对于六根产生那种西明的感受啊 产生爱枣 而这个爱枣又怎么样呢 深入心谷 非常的坚固啊 很难动摇 爱得很深很深 那么这念心 突然间产生无限的贪爱 难以贪爱之心 而且是非常的深重 乃至于激进又发狂 而转成一种深重的贪欲 不能自保 他本来要对峙 这个感受的 结果跟那个感受啊 却贪得更甚 那么这个就是假观太强 那怎么办呢 看佛陀的对峙 使命定静安顺入心 无会自食 误入诸意 误者无就非为甚圣 若作圣洁 则有一抹入其心服 一向缩意为普迪道 化诸百意平等行义 其行义则明词法子 神鬼立故 一抹是从 涉其反应 其处自白 如是乃至一百两百 或五六百 多满千万 魔心深宴 离其身体 微得祭物 现你亡难 一物终生 入无间隐 诗意证受 当宠伦多 那佛陀说呢 这是一种呢 在禅定当中的 安顺入心 因为他禅定转生了 初中的妄想被调伏了 所以一种殊胜的 清安乐啊 随顺于他的心 而这个时候呢 又产生强烈的假观 产生执着 没有空观的智慧来调伏 结果一时的失误 而堕入到整个清安乐的快乐当中 当然清安乐本来是很 清安乐本来是一个很亲近的 很维系的 那结果他一再的放纵 因为清安乐毕竟是属于社界的快乐 但是他不断的放纵 结果转成异界的 难以的探预 是这样子 那么他如果能够马上回光返照啊 那么他就能够眼离过失了 继续的往前走 如果他产生真实功德的理解 就有一种贪欲之魔 入其心中 那么就产生邪见啊 他说贪欲 就是菩提道 我们透过贪欲 是可以成就菩提道的 所以他教化呢 这个白衣啊 要无分别性来行引 以无分别性来行引 那么这种行引呢 才是真正的佛弟子 一个人没有行引呢 不是真正的大圣的佛弟子 他做这样的邪见 那么因为这个魔王跟鬼神的 设施的缘故在末法当中啊 他就以此这邪见啊 来射受凡夫遗迟的众生啊 来共同的平等行引 人数有多少呢 或者到一百 两百五六百 那也是一多满千万 那么因为他不断的行引啊 他禅定失掉了 福报也响尽了 总有一天魔王对他 他就没有资料 就产生厌恶心了 就离开了身体 那么他没有魔王威德的射受呢 他自己的禅定也失掉 福报也响尽了 最后因为败坏风俗 触犯国法 那么一物众生呢 命中之后都无间地 失以正受当从伦多 这个是带在六根当中的 殊胜的清安啊 产生之取 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的 庚山结果欠世 阿兰 如是十种 禅魔 陷阱 皆是受印 用心交互 故宣十四 那么前面的十种的 这种受印的魔镜啊 都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不是我们一般放异的人出现的 因为你随顺武艺你就没有这种情况 是开始这个人开始回光返照 开始在内心当中产象一种无相的智慧 那么这种无相的真实的心 跟过去随顺武艺的心啊 这种争妄交功啊 就出现出来 那么众生亡迷不至存粮 否止因言迷不至事 未言真胜道望已成 多无间义 如等一当将如来以 以我灭获 传世莫化 骗令众生开悟是意 无恋天魔得其方便 保持护护成无上道 那么假设众生 在这样的一个因言当中出现的时候啊 不能够回光返照 或者旁边没有善之士的劝导 那么就一昧的放纵 而不能够去觉悟的话呢 而且把这个当作一种真实的功德 那么就产生大妄语了 甚至于造罪了 命中就都无间地狱了 所以佛陀说啊 那么我们应当将这个如来的真实的教法 在佛陀灭度之后的末法当中呢 要普遍的使命中生要开悟了之啊 这以上的受应的十种差别 让这个修行人能够产生自我反省 无令天魔得其方便 那么保护修行人的大乘 跟使命他成就无上不敌 那么这个受应的十种境界啊 我一大师说 跟摄应是不太一样 摄应啊 它的产生是 抒发的 是每一个都不一样 你看我们看摄应 有些人看到恐怖的境 有些人看到欢喜的境 这每一个人看到是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 他每一个人境都不同 那受应不同 受应是横开的 它不是术法 是境同 建议 就是他的所观境 要么就是禅定 要么就是两种境而已 但是看到这个所观境以后 每一个人产生的感受就不同 近同 建议 每一个人之间不同 对不对 你看 同样是禅定 禅定 有些人看到这个禅定 还没有升起的时候 产生勇猛性 有些人看到禅定 没有升起的时候 产生忧愁苦恼 甚至于恐惧性 所以他这个在整个受应当中 他是近同建议 那么总而言之 他的禅 我们归纳成两种了 受应的禅 一个是禅定的禅 禅定的禅 还没有成就的时候 是沉默孤寂的禅 他成就以后 是清安快乐的禅 这两种禅 当然每一个人 怎么去解读就不同 这个禅定的禅 那么在空观智慧的禅 主要的就是 新佛众生上无差别 有些人看到 有些人产生高慢 有些人产生得少为主 等等 总而言之在 这个感受当中 不是禅定的感受 就是对智慧的感受 那么从这个感受的接触当中 每一个人产生不同的理解 那么就产生一个误导 不同 就是这样的感受 就是这样的感受 是这样的感受 对智慧的感受 这一期感受 就是这样的感受